首先我完全推薦大家要去做這次的更換 我覺得非常值得 那換了哪些?為什麼值得換? 有什麼要注意的 就是今天影片要和大家分享的內容 可能你正在使用MacBook、MacBook Pro、MacBook Air 詳細如網頁提到的這些型號 出現了以下問題 字母或字源意外重複 字母或字源未出現 案件感覺卡住 或回應的方式不一致 那我自己的情況是 偶爾有案件會略為傾斜 左右邊都有可能 可能這幾天是某個案件 過幾天通常都會好 但是會換其他的案件 所以就像打地鼠一樣很煩 那少數有一些案件沒有復原的 就會越來越嚴重 到最後就直接掰卡 所以我忍無可忍就去換了 那維修的方式看底下這句話 Apple或Apple授權維修中心 將免費維修符合資格的MacBook、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鍵盤 維修類型會是鍵盤的檢查結果而定 且可能更換一或多個案件或是整個鍵盤 所以不管你是去直銀店或授權維修中心都可以換 符合這些機型 它會看鍵盤壞的程度做更換 這邊雖然說是整個鍵盤 其實是整個C鍵 那什麼是C鍵? 簡單來說 我們筆電上蓋就是A鍵 螢幕這邊是B鍵 鍵盤觸控板是C鍵 底部就是D鍵 那回到網頁寫更換鍵盤 但實際是換C鍵這件事 店員解釋 這次主要是有兩種換法 一個就是單換鍵帽 另外一個就是整個C鍵都換 就是鍵盤正面全部換這樣 那時間上當然也有差距 以我當時去直銀店 人非常少的情況 店員說換按鍵可以出去逛一下回來就好了 那換C鍵大概是一個工作天 那我看了一下網路上之前大家分享的經驗 其實我這樣算是非常快 會建議大家如果要去修的話要多抓幾天 除了看人度不多忙不忙 也要看他當場有沒有了解 所以建議大家真的要多抓幾天的時間 那我這次維修的時間是一天 當天上午送到直銀店 店員說剛好人比較少 原則上是一個工作天維修 隔天就可以去 當天晚上很晚的時候 有收到店員來電 表示電腦已經修好了 隔天就放心去取貨啦 這邊要留意 取件的時候要記得帶個人證件 才可以領機器喔 我理解大部分的人都是住在外縣市 不見得那麼方便 可以等個幾天去拿電腦 那的確要多考慮看看 整個送修等待的時間成本 那換回來以後得到什麼呢 除了外表看起來像得到了全新的鍵盤 全新的C鍵機殼 其實同時還換了觸控板以及電池 根本是大放鬆 那先說大家比較想知道的 新鍵盤到底有沒有改善呢 有的我覺得是有改善 第一 這幾個禮拜使用下來 新鍵盤的確不像之前那麼容易卡住異物 至少目前我還沒有遇到 那第二聲音方面 我沒有經過儀器測量證明 但我個人感覺明顯比之前的噪音小很多 因為一天使用電腦的時間算多 鍵盤聲音變小 我是覺得很有感的 後來查了一下國外網友測試的影片 換新的鍵盤的確有比較安靜小聲 第三換鍵盤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我覺得新鍵盤打起來有比較穩 這個穩是相較舊鍵盤完好的時候 比較不會傾斜一邊 這方面我就不是很確定 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感受不像聲音變小 噪音變小這麼的明顯 而且沒有辦法量化 也沒有看到有人分享這個感覺 這個是我個人的感覺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上面三點是跟鍵盤有關的部分 接下來來說說整個C鍵和觸控板 第四 之前用MacBook Pro 我會感覺兩邊的喇叭孔有一些毛邊 摸起來比較粗糙有顆粒感 那換過這次的C鍵以後 這種顆粒感的感覺就小很多 依舊可以摸到喇叭的孔洞 但是整個摸起來是非常平均的感覺 第五 觸控板的間隙變更小 蘋果的產品本身的裝配通常就很不錯 那之前有用過MacBook Pro也是順順的用 唯一的問題就是縫隙容易卡東西 但基本也是不影響使用 這次換回來以後發現原本觸控板上的刮痕 看使用痕跡的色差就不見了 所以我才發現 欸觸控板好像有換 而且這次觸控板跟機身的間隙更小更平均 目前偶爾還是會卡一些小東西 但發聲的頻率比之前少了非常非常多 而最讓我驚訝的是 這個觸控板與機身的高低控制也更加精準 頭幾天使用還有發聲 因為手指沒有發現扁剪就滑出去 這個裝配真的是很厲害 讓這個光差變得非常非常小 有時候手都摸不出來 第六 有拆過電池的人應該知道 MacBook Pro的電池是用膠黏在C鍵上 實際上我問電源也的確是因為這個原因 這次換C鍵也直接換了新的電池 所以電腦的電源循環次數就會重新計算 這真的是最划算的地方 就像打遊戲的時候直接被灌到滿血的感覺 總結一下 整體這次更換的體驗是非常不錯的 對蘋果的印象也是有加分 當然也要謝謝前面幫大家爭取到這些權益的人 這次更換 感覺就是平常使用時手會摸到的地方 蘋果都幫你換了新的 至於其他零件是不是也有一起換新 可能有我沒有特別留意到 那下次大家送秀的時候可以多留意看看 然後再留言分享回報一下喔 那記得送秀之前也要把檔案都備份好喔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邀請您按讚分享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我們下集再會